各位,上次那道曼陀山莊的王夫人 看見段譽真的好像很熟行種茶花 於是就問她剛剛在船艙拿出來的四盆茶花如何名貴 如果說得對,或者就會折磨少一點 段譽就說,王夫人 你說這四盆白茶都叫做滿月,那就外行了 這裡其中有一盆叫做紅妝素果,一盆叫做畫破美人面 王夫人聽聞覺得很過癮 什麼畫?畫破美人面? 這個名字起得這麼古怪,是哪一盆? 段譽就特意吊起來賣了 你要請教我的,就要對我好禮才行 哎,王夫人被她搞得沒有術 不過聽她說,這四盆茶花都各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也很想知道 好吧,小師 吩咐隨訪在雲錦樓設宴,款待段公子 哎,丫鬟小師應聲就走開了 哎呀,阿碧和阿豬你望我我望你 看見段譽不止死女逃生 還被王夫人當上賓看待 哎呀,真是佳大歡喜了 這時候,仙堂押了唐光雄走的丫鬟回來稟報 說那個大理唐光雄已經埋在紅霞前面的紅花旁邊 嘩,這麼快就一條人命了 段譽聽聞,心都寒了 只見王夫人隨便點頭 段公子,請 段譽說,無媚打擾 王夫人說,大然光臨,萬陀山莊,紅不生輝 兩人客客氣氣,一路向前走 一點都沒有仙頭的緊張氣氛 他們穿花林過石橋 來到一座小樓前邊 段譽看見樓蟬下一塊牌匾寫著 雲錦樓三個墨綠船子 樓下面,前後左右都是茶花 但這些茶花帶你最多是三四樓貨式 和你這間政治樓局亭借相比 有點不似襯 王夫人就以為很聰明 段公子 你帶你茶花最多 但和我這裏比 就很難比了吧 段譽點頭說 那是,你這裏的茶花在大里很難見到 嘻嘻,是嗎? 是,事關在大里 就算是鄉下人 都不種這些這麼俗品的茶花 那哪裏有得見呢? 嘻嘻,王夫人一聽聞 當堂臉上臉上臉 你講甚麼話? 你說我這些茶花都是俗品? 你…你… 我夫人不信啊? 那就由得理了 段譽指下樓仔前面 一棵五顏六色的茶花就說了 這一棵,夫人你當然是當成寶的,是嗎? 哦,花旗旁邊那條玉欄杆 是真正的和田美屋來的 漂亮呀 漂亮呀 段譽一尾讚上花旗旁邊那條欄杆 對那些花一句都不提 就好像品評人家的書法 一味稱讚默色烏蝦 紫張名貴 就總是不說人家的首字是怎樣的 這棵茶花有紅有白 有紫有黃 花色豐富華麗 夫人一向就當成是真品 這時見到段譽不切一顧 眼尾都不嗆一下 當堂就凍起眉頭,眼露空光 嘿嘿,怎知段譽還這麼修遊 請問夫人 這個品種在江南叫什麼名呢? 黃夫人嘟嘴說 沒什麼特別的名字 叫五色茶花 哈哈,我們代理人就叫她做落帝秀彩 呸,這麼難聽 是你自己作出來的吧? 給你看,這棵花 富麗堂皇 怎麼像個落帝秀彩呢? 夫人啊,你先數一下 這棵花的花朵 合起來有幾種顏色? 我早就數過了 起碼有十五六種 不止 合起來是十七種 大理有一名種茶花 叫十八鶴士 是天下極品 一棵樹開十八朵花 朵朵顏色不同 紅的全紅 紫的全紫 沒有些混雜 而且十八朵花 形狀朵朵朵不同 各有各的看頭 開的時候一起開 借的時候一起借 夫人,你見過沒有? 黃夫人聽到定了形 令頭說 天下居然有種這樣的茶花 我未曾聽說過 段佑說 比十八鶴士次一等的呢? 是十三太寶 它有十三朵不同顏色的花 生在一棵樹上 百仙過海是八朵不同顏色 七仙女是七朵 封塵三合是三朵 二喬是一紅一白兩朵 這些茶花顏色必須要純 如果紅中帶白 白中帶紫 就是下品了 黃夫人真的聽到漏了耳油 不由得惡起頭 輕輕自言自語 為什麼她從來不跟我說 這陣子段佑指著 最初黃夫人當成真品的那珠五色茶花 就繼續說 這一種茶花 論顏色 比十八學士少一色 但偏偏顏色又不順 開起來有點遲有點早 花又有大有小 但是她到處於衣養畫狐老 就有樣學樣 學十八學士 學極不像 正一是屎浸關刀 聞不聞得就無不能 故此我們就叫她做落地秀才了 黃夫人不由得嘻嘻笑出來 哼 這個名字起得這麼刻薄 當然是你們的讀書人 自己想出來的 到了這一步 黃夫人相信段佑 是屬之茶花雜姓 當時就帶她上雲錦樓 段佑見到樓上高陳切庫禮 一幅中堂畫的孔雀開瓶 兩邊一副木簾寫著 七二雲癡蜜 茶花雪道然 看了一陣 就擺開酒席了 黃夫人請段佑埋位 那雲錦樓的酒席就比較注重豪華珍奇 什麼紅掌魚翅 微味都是這麼名貴 不過段佑自小生長在帝王之家 什麼珍奇的菜餚未吃過 哈哈 她反而覺得曼陀山莊這裡的菜式 不夠琴韻小竹那裡這麼有意思 還是阿豬那些煮得好 走過三巡 黃夫人問段佑 大禮段氏是武林世家 公子為什麼不收集武功呢 段佑說 大禮姓段的人很多 皇室貴族的子弟才收集武功 好像我這樣的尋常百姓 都是不會武功的 她想著自己被人掌握著生死 搞得這麼狼狽 她幾大都不讓人知道自己身世的真相 不是就很容易陀衰百父或父親的威名 黃夫人又問 段公子你是尋常百姓? 沒錯 公子懂不懂一些性段的皇室貴族呢? 一點都不懂 黃夫人眼光光想了一陣子 轉過其他話題 先頭聽公子說起茶花品種 令我茅塞遁開 我這次所得的四盆白茶 蘇州城裡頭的花像說叫滿月 但公子說其中一盆叫紅莊素果 另一盆叫畫破美人面 不知道是如何區分的呢? 段譽就說 那盆大白花 微微有黑斑的 才叫滿月 那些黑斑就好像月中的貴枝 那盆白飯有兩粒濫核的黑斑的 就叫做眼兒眉 黃夫人說眼兒眉起得很好 越聽越開心 段譽繼續說 白飯有紅斑的 就叫做紅莊素果 白飯有一圈六雲 一絲紅條的就叫做畫破美人面 但如果紅絲多了 又不是畫破美人面 那就叫做耳蘭嬌 夫人你想想 凡是美人 實是閒靜溫雅 面上偶然畫算一條血絲的話 實不會自己梳妝的時候 傻哩弄衝弄傷 又不會被人畫損 怎樣 只有調戲廖哥的時候 被廖哥說了 這樣就適合情理 因此花飯上面這一圈六雲 一定要有 因為是六毛廖哥 如果整面都畫損耍 這個美人就整天和人打架 那就算什麼美人呢 黃夫人本來聽到 額頭額腦好開心 突然嚇到臉上 大膽 你這樣是單單打打 斷如嚇到驚 沒有啊 不知道什麼地方 冒犯夫人呢 是誰教你的 你作這些東西來侮辱我 啊 誰說一個女人學會了武功 就會不漂亮啊 閒靜斯文 有什麼好呢 段譽就兇了一下 啊 夫人 我剛才所說的 是比喻一般的 認識武功的女人之中 都有不少又漂亮又端莊的 誰知道這樣說 黃夫人聽起來 照樣是這麼硬耳 啊 那你即是說我不端莊了 段譽說 端莊不端莊 夫人雞食放光寵 心知肚明 不過 逼人殺妻另娶 這樣做就確是麻麻了 段譽說說下 她也火起 什麼都照說了 哼 黃夫人聽聞左手一揮 在旁邊事後的四個丫鬟 就走上兩步 黃夫人說 押這個人下去 要她打理茶花 是 黃夫人繼續說 段譽 你是大理人 又是姓段 本來早就該死 現在佛在莊前莊後打理茶花 尤其是今天拿來的這四盆白茶 精精的 你就用心點種 總之 這四盆白花 如果死一棵 就斬你一隻手 死兩棵 就斬兩隻手 四棵死了 就斬你四枝 段譽就說 啊 那如果四棵都種得好好的呢 那你就再和我陪植別的名種茶花 什麼十八學士 十三太保八仙 過海七仙女 風塵三峽二橋 那樣呢 總總我都要幾盆 如果做不到 我就挖你眼淚 段譽就大聲搏她 嘩 這些名種 就算在大理都不多見 在江南公義中得到她嗎 總總都要幾盆 不啊 物以罕為貴 有這麼多 還算什麼名貴呢 你不如趁早殺了我算了 免得你今天斬首 明天滑眼啊 啊 你嚴命長了是不是 在我面前 膽緊放肆 壓下去 四個丫鬟走到段譽道 兩個撿她的衣服 一個撿她的胸口 另一個在她背後猛拗 五個人拉拉扯扯 就一起落了樓 這四個丫鬟都懂武功 段譽不走都不行 那四個丫鬟 將她推到一個花圃地方 有個丫鬟就撿了一把草頭給她 另一個呢 就拿了一把林花的木桶 嘩 傻佬 你聰聰聰聽夫人吩咐 比心那些種花啦 那就長多幾日命 先頭你這樣衝撞夫人 不立即活埋了你 那就算你命大咯 另一個丫鬟就插嘴說了 嗯 除了種花林花之外 在這樹呀 你千萬不要亂撞亂走 如果不小心一撞入禁地 那你就自尋死路 沒人救得到你的了 四個丫鬟你一言我一語 交代一輪這樣才離開 段如牛曬地站在這裏 當真是哭笑不得 在大里角 她地位僅次於百父寶定帝和父親鎮南王 將來父親繼承王位 但是她就說儲君王太子 誰知被人捉來江南 要燒要殺 要斬手斬腳 要兼滑眼 這樣還未算 現在又被人逼著做起花像 雖然她生性隨和 在大里王公和王府裏頭 都經常看花像收花展草 坐地私肥和我們聊聊聊 但是在王子心目中 花像始終是很下賤 不過幸好她天性活潑快樂 遇到疫境挫折 最多是沒有心機一陣 不用多久她自己和自己解釋 我在無量山肉洞裡 已經拜了那位神仙姐姐做師傅 這個王夫人和那個神仙姐姐這麼像 不過年紀大一點 我就當她是師伯 師長有命 弟子為她效勞也很應份 至於和被溝摩子 抓去慕容博先生墳墓前面 不知好幾多 想到最後她還大鋪癮 在曼陀山莊住久一點 說不然有機會 見到那個穿偶色衣服的姑娘 叫做斷魚種花 焰枝非福 一想到和福 她就拔了一堆草 用疫經來復算一下 看看我何時見到那個姑娘 她把榨草 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 一卜之下 得了一個更上更下的更寡 心想 近其背 不禍其身 行其亭 不見其人 不見其人 無咎 咦 這一卦又幾靈 雖然見不到她的臉 那第四年 就見到的了 來日方長 怎麼困得住我呢 占卜不利 就不敢再賭了 她咦咦咦 哼著小曲 背起床頭 就順暴疑行 心想 黃夫人 叫我種生那四盆白茶 這四盆花 確是名種來的 要找個優雅的地方種下才行 這樣才似乘的嘛 做出來的 一邊走 一邊打了眼看 四